《約齊靈魂災 墳墓開生日派對》這首歌 其實是我今年比較喚美的一個項目 我自己覺得比較重型的音樂 其實我在第一首 第二首歌裡面都埋藏第三首歌的一些復筆 希望聽眾會慢慢一步一步走向故事的結尾 今次J-Fone這首歌是我自己找了他很久 因為一直都很期待跟他合作 究竟會是怎樣 因為他寫的旋律都是很挑戰性的 今次特意找J-Fone寫 他一口就答應了 一寫出來這首歌的melody 我就已經代入了故事 想到他其實好像是一群睡著了的人 在做噩夢 一開始我聽Demo的時候就已經有這個畫面 所以我們都是沿著夢境 集合一群暗黑的靈魂 去一起做一些事情 接著他們要代入整個故事 由First的開始 你看到的螞蟻腦 人皮為足 那些全部都是一些 我相信大家都未必會見過的事情 而那些東西在我自己的腦海中的幻想空間 是從小到大 Tim Burton給我 這首歌的換味 我覺得在於他的歌詞 所帶的聽眾 進入了一個靈魂的世界 所以我Brainstorm要戰鬥的時候 我都會跟他說這個畫面 大家會覺得 惡夢是一件不好的事 你會很害怕 但其實某程度上 你潛意識醒來之後 你會克服了一些事情 這次的MV 我自己幻想是會有一點諷刺 顏色對比度可能會強烈一點 而場景和人物的對比度可能會強烈一點 以往的怪彈 我覺得是有一點開心的感覺 這次我覺得是要有一點型格 在妝容上 這次在Key Visual上 就用了日系沒有試妝 因為坊間通常都是乾淨利落 就像一個英俊 我就想 既然我今年玩換美 不如玩進一點 在妝容上我也做過突破一點 希望你一看到這個樣子 就想起這首歌 所以妝容本身就是 發惡夢的人的感覺